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80年代都有一种电子奶嘴可以令到小朋友坐定定 就是电视了 当年看电视对小朋友造成的影响受到社会关注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看电视呢 不知道 因为可以娱乐一下 我们没有拍片 没有啊 日本的 没有啊 没有啊 还是拍片 晚上做的啊 他们个人都好像大有理由要看电视 还有要看各类不同的电视 我手上拿着这本就是问卷调查研究报告 是专事研究小学生看电视的种种问题的 又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呢 本说小四至小六个学生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 竟然有三个至四个小时 甚至有近五分一的学生每天看电视的时间 有六个小时以上的 比温习帮复的时间多了一小时 至于家长那方面呢 干预和限制子女看电视的就只有三分之一 因此造成小学生在无人管束之下 长时间收看电视 对于这个报告的这一行结果 专家那方面有些什么意见呢 我们来听听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 原因就是电视的确是很吸引弟弟哥的 因为他是有声有识的 其次就是香港居住的环境是太过狠窄 根本的弟弟哥回到家都没有地方返的 唯有运在家 再加上那些治安又不是那么好 那些家长多数都情愿他不要出去玩 不如在家里安全一点 他在家里又没有东西做又没有地方走 没有地方走 那他就唯有看电视 现在香港的学生 很多自小就幻想近视要戴眼镜 那有些人就将这个现象 归咎于香港的学生 看电视太多看坏眼 究竟这种方法有没有根据的呢 如果连续看电视太久了 那眼睛就会很容易疲劳 那初初眼疲劳之后 跟着眼球就会很容易冲血了 甚至会拍光 流眼水那样的现象都会有发生的 我们又说回看电视对儿童的心智 影响这个问题了 根据那个报告的指出 就说电视的确是影响到儿童的价值观 那就是说那些小朋友 对事物的看法是怎么样 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现在我们也不妨听一听 有一些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就觉得应该是 选择一些比较好的 那么多的电视节目了 譬如适合弟弟哥的 那就给他看了 那不过香港的确是 所谓老少咸宜的节目 是比较少一点 我希望电视制作的人 能够想想想这方面 第一方面我们建议 社会有关人士和教育工作者 是要加强对于电视的监察和管制 第二方面就是请家长 加强对于儿童看电视的干预 可以令到他们看电视的人 有人管制的时候 就可能他们的价值判断 就没有那么容易受电视所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